等了超过半个世纪 我国一名成姓妇女终于顺利领到身份证了 她兴奋地表示 最期待的就是19号 全国大选的那天 前往投票中心旅行公民义务 67岁的陈妙荣 今天上午在民政党宾州主席 兼巴洋巴鲁候选人 胡洞强等人的陪同下 召开记者会时 全程笑得何不拢嘴 因为这会是她第一次投票 她透露自小和妹妹跟随父亲 到邻国新加坡生活 12岁那一年回国申请身份证时 却被当局拒绝了 反而是妹妹顺利取得大马卡 后来几十年她再接再厉 可同样吃了闭门羹 直到2009年 宾州前首长丹斯李徐子根 替她申办到红登记 八年之后再通过互动墙从旁协助 今年7月4号终于盼到了好消息 如愿以偿拿到蓝登记 正式成为公民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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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